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如何在YouTube 订阅 PRCHK11 这个频道 首先我们开启一个浏览器 什么浏览器都可以 之后我们在网址里输入 YouTube 这个网址的位置 就是 www.youtube.com Youtube 就是 Y-O-U-T-U-B-E 我们先去网址 之后在网址网页的范围 在右上角有一个登入这个键 我们点击一下 之后我们就去到一个 登入你自己的帐户 假如你自己是未有 YouTube 帐户 可以在下面建立帐户 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 YouTube 帐户 帐户不一定是用 Google 或者 Gmail 的帐户 当然如果你本身已经 申请了 Google 或者 Gmail 的帐户 可以直接用 Gmail 的帐户去登记 就可以了 我们先去登记我自己的帐户 完成登入之后 它就会去到 YouTube 本身的版面首页 它有一个搜寻列 我们在搜寻列里面 输入 PR CHK 11 如果它本身的频道是正确的话 它就会找回这个频道 就是 PR CHK 11 这个频道 我们点击进去 在这个频道的右边 有个订阅这个按键 其实很简单 就点击一下 它就会标签成为已订阅 确认账户资料 你按确定 它就会将 将来 PR CHK 11 这个频道 有新的资料的时候 就会在 email 里 告诉你 完成之后 它也会告诉你 你已经完成了订阅这个操作 接下来就是介绍如何用智能手机 去 YouTube 订阅 PR CHK 11 这个频道 首先就是开启了 YouTube 的 App 如果未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 请先去Pay Store 或者 App Store 这些地方 下载这个 App 假计你已经下载了 我们去 YouTube 这个 Apps 那里 开启了它 等它参加一会 完成之后 左上角有个选单按键 我们开启了它 假如你是 其实你是未登记的 你也可以加入账户 譬如我现在未登记的 我先加入账户 同样 假如你是未注册的 都可以在这里建立新账户 假设你是已经有账户 我先登记我自己的账户 按继续 和输入密码 然后它就会告诉你一个显示条款 你其实要接受的了 完成之后你加入了账户 你可以需要同备你的资料 暂时这些就不去处理它们 主要都是讲回 YouTube 先 然后继续下一步 完成之后你的账户就会 登记在 YouTube 这个 App 里面 我们继续下一步 这个放大镜 就是一个搜寻 我们也是搜寻 PR CHK11 我们再按放大镜 去搜寻它 你就会显示了一个频道 那个名字 我们按进去 在 YouTube 这个 App 的位置 大概就在中间 就是左边的位置 我们按一下订阅 它就会显示成已订阅 之后 你就会在 E-mail 上 就会收取到更新的资料 跟刚才桌面的情况是一样的 其实 Android 和 iPhone 都是相似的 只不过可能是 那个介面那些键的摆位 有些不同的 操作处理其实大致上一样的